麻煩請吳部長 我們請吳部長 謝謝 委員你好 這一次台北高等法院判決教育部資訊公開 有關課審會的敗訴 判決文 這個部長你看過了嗎 是我看過 被告 應做成準語提供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議記錄 及記名投票單部分公原告越南超入之行政處分 這講得非常清楚 部長 那麼這個判決書裡面呢 也針對教育部口口聲聲說 一旦公開會對委員造成困擾 這個對委員這樣的一個信賴保護原則會被破壞 部長 判決文裡面也說 只以被告前接所稱揭露本件相關資訊可能造成審查委員的壓力 避免審查委員要受民眾干擾等情 何屬事先異想推測之想法 有民眾監督並不等於一定會騷擾決策人或相關委員 被告此類辯解 尚屬無稽 法院講得非常清楚 教育部這個說法是無稽之談 然後判決你們應該公開 但是部長你今天整個質詢下來 你有兩大理由堅持不公開 第一個你說 這個當外界認為說基於這樣的一個判決 那麼顯示程序正義有問題 顯示程序有瑕疵 所以教育部應該暫緩 應該暫緩微調克剛的實施 也應該要資訊公開兩大訴求 我們禮拜五開公聽會 但是部長 你當天說 這個你們會回去研究研究 你禮拜五都是講假的 你今天整個報告很清楚 你認為兩者無關 資訊公開不等於要暫緩克剛 你也說這個因為 這個高騰法院行政判決呢 跟以前見解不同 所以這個判決恐怕有問題 你要上訴 對不對 你整個的論點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部長你還是繼續認為說克剛微調合乎程序正義 你還是繼續認為說資訊可以不公開對嗎 我想那個在 是不是這樣子 在程序的部分監察院已經做過調查 所以你認為是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部長我問你 你繼續上訴之後 台權會能不能依判決去看資料 就我們看看那個最後的判決是什麼 我們依據最後的判決 所以啦 你只要一上訴 台權會在定業之前就不能看嘛 我告訴大家 這就是你們教育部的目的啦 就是你們繼續上訴 在定業之前咧 台權會不能看 社會不知道 你們繼續做到底 然後讓克剛上路嘛 所以你的目的 歸根就底就是不公開嘛 對不對 部長 你到底什麼情況能不能 為什麼不敢公開 我跟部長還原啦 什麼東西不能公開 我們今天判決針對的就是最有爭議的 1月25號分組課審會議 部長你剛剛跟大家委員講說有投票啊 對不對 那是課審大會 你看又在混淆了 1月25號分組課審會 1月27號課審大會 教育部主持的 我先問你 1月25號分組會議 你們的結論啊 跟社會公佈的是說 1月25號總計43人 10 實際出席29人 是 那麼 召集人請在場24位委員表達意見 處一人為表達其他贊成 這是你們對社會公告的會議結論 部長我現在問你 當天主席有沒有現場公佈投票結果 他們有用書面的方式寫下每一個委員的意見 所以有沒有公佈 你具體回答有沒有公佈 你不敢回答 你剛剛還告訴前面委員說有 還有投票 我講的是課程大會啊 好 那有沒有公佈 我講的是課程大會有公佈啊 有沒有公佈啊 你現在 暗暗妹妹回答一半 主席請委員寫下書面意見 然後呢 然後那個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召集人他根據委員所寫的書面意見 好 召集人帶回去統計對不對 是 召集人帶回去統計 然後統計之後呢 再給我們社會剛剛我所念的這個結論 這就是當天投票結果 哪一次我們民主化以後投票是降投的 秘密投 投完之後主席一個人帶回家來統計 他可以判定誰的意見是贊成 誰的意見是反對 然後告訴大家說 召集人針對24位委員表達意見 最後大家同意 這樣的投票結果合法嗎 我跟委員報告 分組他其實只是一例被審嘛 部長你一個曾經當過大學的校長 口口聲聲說要推動公平素養的教育部長 你可以說這樣的投票結果合法嗎 其實各個委員會喔 各個分組委員會 他們在審查過程中間 都用不常的方式 我告訴你 在這個判決 我告訴你 在這個判決法庭的訓問 結辯的過程當中 台權會做成了法庭的紀錄 告訴了我們 當審判長在法庭上問教育部的委託律師說 請問你們這樣的判決 是不是尊重會議多數決會被記錄成同意 教育部律師說是 注意喔 審判長問教育部律師說 你帶回去統計之後尊重會議多數決是不是算同意 教育部律師說是 好審判長問是不是沒明確表達反對的都被列入同意 教育部律師說是 審判長問公民那些部分應該調整的 結果都被列入同意國文科微調 教育部律師說是 這就是法庭審判長訊問的過程具體被記錄下來 這樣的一種統計 扭曲委員的意見 然後把沒有表達意見的當成同意 也就是說把投廢票的都當成同意 把對局部有意見的都當成同意 把對A有意見的當成同意 B 這種投票扭曲民主 有明顯的違法違反行政程序的正義 然後你們可以說這是合法的 部長 這就是黑箱啦不敢公開的原因啦 三大弊端 第一個議決的可否投票被改成意見書寫了回家再統計 第二議決後沒有當場公開 第三把沒有意見當成同意 然後你們可以告訴我說 因為這一次的判決跟過去的判例感覺不一樣 所以你要上書 部長你的前法務處長生的次長 一樣曾經拿這三個判例來 呼嚨我們委員會 今天你的新處長繼續給你這個資料 你看都沒看過 這三個判例哪裡支持了你們的今天的理由 第一個判例 部長 人本 要 這個去告 我們希望人本要拿到一個教育的資料 那麼結果呢 來 當判決台中高等法院 判決說 人本要的是彰化的學校 所以你們應該 是要發揮 要 來看人本能不能去要 不同跨縣市的資料 他只是針對原告的事格與否 並沒有針對是否公開來判決 第二個案例 台北行政法院 他判決公開 最高法院只是說台北行政法院 你要針對 要被公開的部分 要先調查再來公開 所以沒有說不能公開 第三個 根本跟這個無關 這是商業案件 三個判例都沒有說你們可以不公開 你扭曲判例 你一點法律常識都沒有 還來繼續講 部長 這個判決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希望教育部不要再硬拗 你們最好放棄上訴 然後資訊公開 這就是一個對公民社會負責任的態度 否則這個課綱就是違法的 不應該上路實施 再來我再問部長 你今天提供的這個 檢核小組的這個資料啊 你們剛剛口有聲聲說 檢核小組的任務是什麼 請你再講一遍 檢核小組的任務是針對課程的內容 是否有適當的部分 提出檢核的意見嗎 他是不是進行是否符合憲法 配合社會變遷及國際脈動 還在扯國際脈動 部長太扯了吧 檢核小組當時從來過去 課綱的修訂沒有檢核小組過 檢核小組當時成立的時候 沒有法源依據 勉勉強強用了一個國教院 請檢核小組來做教科書的檢核 教科書的檢查 整個教育部的公文裡面 並沒有要檢核小組來做課綱的修訂 結果咧 在這個會議裡面呢 用臨時提案的方式 就來提出課綱的這個修改的發動 這個會議紀錄 這個講得非常清楚哦 我先前公佈了會議紀錄的錄音 你們現在自己公佈了會議紀錄 講得非常清楚 他是臨時動議題出來 而在一開始的會議 一開始國教院告知的 檢核小組的工作的任務 就是檢查我們教科書 然後把你們的意見 當成未來教科書 編審的參考依據啊 參考依據啊 不應該存在的 即使存在的 他也只是一個做教科書 檢核的參考依據 但是卻在裡面呢 臨時動議來提出課綱的這個修改 完全完全 你還說要尊重專業 政治不要介入啊 完全政治黑手 介入黑箱操作 你這樣的檢核小組 不叫違法嗎 部長 檢核小組是一個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嗎 你再繼續跳針好了 我剛剛告訴你了 你8月給國教院的公文裡面 並沒有要檢核小組來微調課綱 檢核小組用臨時動議的方式來提出來 部長我再跟你講得更寫實一點好了 我手上有錄音帶啦 如果主席需要的時候 主席可以利用休息時間給大家聽啦 我手上有錄音帶啦 為什麼臨時動議提出來啦 大家可以來聽聽看啦 這裡面有一段非常精彩 王曉波集等人啊 大家來看過去教科書啊 然後看的過程呢 開始痛罵過去 代杜正盛代保春啊 然後呢 痛罵過去的教科書 然後其中一位說 就是他要去中國化嘛 然後大家罵說 這個你們知道他改了多少嗎 這個前前後後呢 這個報紙媒體摘了七十幾個啦 然後裡面有委員罵三字經 如此的民主深仇大恨 罵三字經 然後罵過去的修改 然後大家 義憤填膺認為要改回來 就是這麼寫實 一群人關起來罵三字經 我沒有辦法重複啦 我沒有辦法唸給大家聽 國教院人在旁邊啊 然後呢 朱允鵬就提了一個臨時動議 那麼臨時動議要在這個小組內 成立社會科現行客剛微調工作分組 還要分三個小組來檢視 然後要求怎麼改怎麼改怎麼改 這就是黑箱的來源嘛 沒有依據的一個檢核小組 沒有職權 就來進行這樣的一個 克剛的微調 然後教育部全部買單 這個草案就送到了課審會 然後課審會分組會議 被教育部黑手操作 把裡面的不同意 沒有意見變成同意意見 做出一個跟與會委員 大家感覺不一樣的會議結論 所以才有委員 我們的委員接到陳情啊 部長 你要繼承這樣的一個 違法濫權的克剛微調嗎 你要讓他上路嗎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就是有關於程序的部分 其實監察院已經做過調查 那監察院也同意 那個整個過程在行政上是合法的 我想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基礎之上 繼續來推動所有相關的事情 吳部長 非常遺憾 我本來以為你上任之後 可以有新的機會 給社會一個新的開始 我們今天在這邊不是史觀的對立 執政者跟立委 我們都沒有說教科書要怎麼寫 一個民主國家由執政者來指導人民 教科書怎麼寫 來指導人民用什麼用詞來說歷史 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我們今天在這邊要求的 只不過非常卑微的程序正義 民主過程 接受公眾課責 你如果敢公開 接受公眾監督 然後挺得住 那你們就改 結果 你們現在不敢公開 黑手操作 而且大家身為都知道是誰操作 是因為王小波等人一小群人的史觀 他們不滿現在的教科書 然後就來進行操作 當然背後更重要是來自馬英九的指揮 在中常會下的指示 這麼赤裸裸的政治的介入 然後你們今天可以繼續在這邊硬拗 真的是對台灣的民主最大最大的傷害 我非常遺憾 來自我們政大的吳思華部長 繼續來踏上蔣偉寧的後塵 我想這個法律責任啊 除了蔣偉寧之後 你們繼續要承擔 吳部長跟你的同仁 要繼續承擔起這個法律的責任 謝謝鄭麗君委員 謝謝我們部長 因為我們待會還有幾個委員要質詢 那我們管碧琳委員質詢完之後